双手被警方反押 人整个黏在沙发上动弹不得 他就是持刀企图想闯入总统府的灵性嫌犯 而他照在前一刻还悠悠哉哉拧着塑胶带 奏在斑马线上 谁也没想到他下一秒却做出脱续举动 甚至还想出手攻击宪兵 当时这名男子就是跑到总统府的后门 先是假借跟宪兵问路 却在过程当中企图相闯进去 施法在总统府后门贵阳路和博外路口 6号上午11点多 53岁的灵性嫌犯先假意问路靠近宪兵 没想到却拿出一把近30公分的镰刀 胡乱挥舞 过程中还意图攻击另一名女宪兵 外形相当甜美可爱 差点被砍伤的就是他 22岁的无姓女宪兵是志愿意士兵 服役至今已经四年多就快退伍 这次英勇夺刀制服嫌犯 好在没有酿成伤亡 到案以后他是公称说 他想要向现场这个宪兵来做陈情 那因为他这个说辞前后反复 那所以这个详细的动机 我们还要再跟他做了解 但灵性嫌犯早在9月5号 就因为台南老家淹水不满跑到总统府陈情 府方也已经接受 不过事隔一天他却又做出脱续举动 你这样找蔡英文讲什么 需要澄清什么 面对镜头毫不避讳 移送时还口出狂言 但灵性嫌犯早因为太长酗酒 不断闹事前科累累 这回又带刀想冲进总统府 离谱行为实在让人看傻眼 再次我的代表陈台湾集 S&P小组台北报导 感谢观看